大家好,我是阿斯卡,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ND冥王神话距离完结篇还剩六话 锁定风动漫频道每周四第一时间更新 上一话的内容实在看得非常傻眼啊 号称民界最强的三巨头之一 天猛星夏卡尔 被射手座一支剑就干掉了 而且还是被圣衣干掉不是被人干掉 穿上黄金圣衣的天马只是负责射剑的衣架子 根本不需要燃烧什么小宇宙啊 本传曾说过 民界三巨头的实力在黄金圣斗士之上 但我从圣斗士星史看到ND冥王神话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啊 本传的冥斗士至少还有地暗星干掉牛哥 ND时代的冥斗士到目前为止的战绩是零圣 唯一能够打伤黄金圣斗士的天雄星水晶 还是圣斗士自己人去卧底的啊 不晓得老车是不是忘记前次圣战 只剩两人还活着的设定 这期最新的第112话 跟外国网站一些文字剧透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 只是什么ND的天魁星登场那些就纯属唬烂啊 老车已经在准备收尾了 应该没多余的空间再掰出一个真正的主谋出来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本集最新内容 第112话的标题为燃烧的文章 剧情从在蛇夫宫被黄金圣衣包围的雅典娜说起 阿斯科的比尔斯看到如此阵仗不以为意 开始嘲笑他们 要保护雅典娜只有圣衣而已还不够看 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 可当阿蛇一步步靠近黄金圣衣时 发现有点不对劲 眼前竟然形成一股巨大又强势的黄金结界 不同于我们一般时钟是由左而右 黄金圣衣排列成跟火时钟一样由右而左的顺序 将雅典娜包围在里面 这是让敌人一步也无法靠近的最强步阵 凡是想踏足进入到这个领域之人 只要迈进一步就会被黄金的小宇宙瞬间消灭 看来黄金圣衣的秘密还真多啊 不但可以摆出三位一体的雅典娜之惊叹 还能制造出常年运行在轨道上的太阳光芒 如今又多了一个黄金结界 看来一挥还是舍弃凤凰变狮子好啊 不过阿蛇又扑翅的笑了几声 告诉四小强们别高兴太早 的确如果十二件黄金圣衣通通到齐的话 连他都难以越雷尺一步 但他的算术还不差 怎么数都知道现场只来了十一件黄金圣衣 这所谓的黄金结界缺了一脚啊 萨吉塔利亚斯射手座的黄金圣衣 并不在他的方位上 阿蛇边说着边跨着步伐前进 打算破坏掉这不完全的黄金结界 画面一转来到了1990年现代的圣域 魔灵望向火石中的方向 感觉火石中出现了异常 中间图像正在改变 原本火石中中心点位置的图案 是一个太阳文章 象征围绕着太阳运行的黄道十二个星座 可如今竟然变成了蛇夫座的文章 就好比蛇夫座是黄道十二宫之主一样 画面在带回243年前的圣战 阿蛇突然语出惊人 表示他全都想起来了 在神话时代里 位于火石中中心位置的并不是太阳 而是蛇夫座才对啊 说完阿蛇举起他的蛇杖 直接将眼前的黄金圣衣打散了一地 你们该跟随的不是雅典娜这个丫头 我阿斯科勒比尔斯 才是你们真正该效忠的主人啊 看到这黄金圣衣的配件掉满地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要全部重新拼凑起来 还有点麻烦啊 而且四小强根本也没受到什么明显致命伤 连身上圣衣都没碎 看来他们是打算一路趴到完结篇吧 没了黄金结界阻碍阿蛇来到雅典娜面前 掏出了他的只又长又硬的黄金士神短剑 打算给雅典娜来个透新凉 死吧雅典娜 这才是这个地上的支配者啊 可该死 不要啊 快住手 杀利桑 就在众小强一阵呜呼悲鸣之中 突然一道光直接从背后贯穿阿蛇身体 看啊你码的是谁这么不讲武德筹被要偷袭 这支剑不是射手中的黄金剑吗 你看啊怎么变成这么大支啊 虽然不知为何变成透新凉的是阿蛇自己 但他本身就是拥有神之力量的医师 像这种人类射出的剑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认为只要拔出来就没事了 毕竟先前被银河星暴打得粉碎都能自动修复了 可当阿蛇真的要动手拔剑的时候 才发现这支剑根本不是射手座的黄金剑 我靠药 难道这支剑是 画面再带回到1990年的圣域 突然出现在火石中中央的蛇夫座文章 竟然自己燃烧了起来 原本就一脸懵逼的魔灵 这下更一脸懵逼了 不过基本上这几页我真的觉得是在脱台前啊 随着火石中上蛇夫座的文章燃烧 前圣战的阿蛇也开始感觉到全身灼热 体内就像是遭到熊熊烈火焚烧一样 这种感觉就跟当年被雅典娜赶出圣域 坠落到冥界最深处的塔尔塔罗斯之域如出一策 阿蛇这才明白 射中他的这支剑是神之剑 以上就是本周第112话的所有内容 没想到这集是这么简单粗暴的一集 不出意外的话蛇夫座应该是挂了吧 毕竟只剩6话要交代完所有的事没什么空间可以脱戏了 不过这的确也是非常符合老车的人设 别的动漫是越打到后面越脱戏 像神龙之谜达翼的大冒钱 光是大魔王巴恩就从单行本32集打到37集 而老车的多部作品像是《风魔小次郎》 《南版》《拳王创世纪》等 打最后的大boss都是几页就结束 连最早圣斗士星矢的结局 都只停在星矢对哈迪斯打出的彗星拳就没了 后来还是因为圣迷们不买单 老车才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结局 一起回到充满光明的世界 所以严格说起来 老车才是名符其实的一拳超人吧 至于ND后面的剧情 我猜是不可能到冥界打哈迪斯了 虽然原本沙之穿越到前圣战的初衷 是提前消灭冥王解救星矢 但就像闯十二宫也不是为了要消灭萨卡一样 破坏哈迪斯的诅咒之剑一定还有其他方法 不管是奥德修斯还是亚伦 反正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救星矢就是了 救完之后也不会管这时代的圣战 沙之直接带着四小强返回现代迎接星矢 只不过星矢的声优古古彻老师最近大翻车啊 所以也不确定救了星矢 他是否还有机会能重新站起来 又或者星矢可以借由苍月山的灵魂复活也说不定 最近日本艺能界真是瞬息万变 昨天古古彻才刚翻车 今天新野员就爆出婚内出轨来救援古古彻 虽然双方都发出声明否认 但无风不起浪 娶到国民老婆请好好珍惜好吗 看来是时候该来做一集星矢结衣饰演的 Tendo Akane的真人版乱马啦 那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阿斯卡介绍的怀旧动漫 请帮忙订阅跟分享风动漫频道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饮料 每斗内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只要您每周固定收看 对我来说就是最佳动力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